今天,陆寒在北京参加活动的时候,现场来了很多女粉丝,活动结束之后已经很晚了,陆寒担心粉丝的安全,就帮了好几辆车,把她们一个一个送回了家。 不但如此,她还派个人上车户送她们,这让很多饭圈女孩都羡慕不已,而今天,陆寒又出宠粉心招,打电话给粉丝,LWJJ们,你们有接到这通爱心电话吗? 今天下午,陆寒工作室发了一条微博,刚刚是谁挂了陆伯斯的电话,原来,陆寒为了演唱会,亲自给幸运的粉丝打去了电话, 询问想在演唱会想听什么歌,却不料,因为相当运气的粉丝,却直接将电话挂断了,还被工作室发微博寻人,这位姑娘长孙是不是毁心了? 这位挂了陆寒电话的粉丝,不知道是不是误以为是诈骗,挂动后看到工作室寻人启示,才发现刚刚真的是爱豆本人打来的电话,心疼妹子一鸟,而接到电话的粉丝们, 开心的想过了年,毕竟是爱豆本人打来的电话,经理幸运女孩无误了,有位粉丝激动的哭了十分钟, 识明羡慕啊,陆寒的这届粉丝太幸运了吧,好像百度人里歌手马力和粉丝小玉的情节,这完全就是偶像剧啊, 好想知道接到爱豆电话,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,大概这辈子都体验不到了吧,哭晕在厕所,不过还有很多没有接到电话的粉丝,各种羡慕嫉妒恨, 有的粉丝干脆把自己的电话号码,直接资讯发给了工作,试剧陆寒本人,不过这样暴露自己的分人信息的行为, 不值得提倡,也会给工作室和陆寒本人造成困扰,还是要提倡理智追星, 欲宁审核,你那内容编辑,陌上欲正能量追星,陪你放爱豆,本丝福利抢先响,爱豆则是一手招。